大家早安 欢迎来到聚朋讲义 学艺经 创意过生活 今天启动正向能量的好卦是 地火明仪卦 地火明仪卦 地在上 火在下 地下要有火的存在 不是那么容易看得见 也不是那么符合自然现象 所以要趋及避凶逆向思考 因此照正常状况来看 地火明仪应该由下卦的黎为火到上卦的坑为地 顺时钟来看他的即时立方贵人 但这个卦是需要趋及避凶的逆向思考行动卦 所以要反方向 逆时钟的从迅为风到对为则 来看他的即时立方贵人 所以地火明仪卦的逆向思考行动卦是对为则卦 他的即时是从晚上的六点到九点 立方 西方 贵人 少女 幸运色是黄色 吉祥物是羊 而行动准则 则要看原来的地火明仪卦的五官跟卦性 上卦昆为卦的五官是负 要多包容的意思 那卦性为顺 要顺势而为的意思 而下卦黎为火的行动准则是 卦性是立 要亮立清楚的意思 所以整个地火明仪卦的行动准则是 只要内在目标明确 外在顺势而为 还是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地火明仪卦的正向关键词是 沉浅明智 地火明仪 地在上 火在下 火代表太阳 太阳落到地底下 就像早上日出大地 晚上日落大地 经过了黄昏进入黑夜 然后每天日夜循环不息一样 所以在《易经》的杂贵 《易经》里面讲到 明仪 朱也 仪是仪为平地的仪 朱是口足笔发的朱 所以明仪两个字可以引申为 光明或聪明被铲除的意思 而在序卦段里面讲到 敬者敬也 敬必有所伤 故受之以明仪 仪者伤也 也就是在持续前进的过程中 难免遇到像地火明仪卦一样 日落大地以后 大地一片黑暗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受点伤 所以在《团传》里面也讲到 明露地中明仪 内闻明而外柔顺 以蒙大难 文王已知力坚真 悔其明也 内闻而能正其智 也就在这种可能受伤且艰难的状况下 越能砥砺自己 看到自己内在不光明的志向 所以地火明仪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人生难免受点伤 需要沉浅基本功 学会淡薄以明智 坚守目标顺势功 人生不可能一路光明是顺遂的 有时候可能也会遇到挫折或是黑暗面 不管是自己所造成的 或是外在环境的影响 那这就是老听爷给我们的磨练的时候到了 更要学会顺势的浅浅 淡薄明力 找到真正的志向和目标 好好累积实力的基本功 等待光明的时机再度来临的时候 就能顺势化为机为转机 前途可能再度大放光明了 人生难免在各个生活领域遇到各种的挫折和阻碍 有时候是在健康或财富发生问题 有时候可能是学习能力不足 造成事业发生问题 或是其他在心灵 人际 家庭 休闲 也都可能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 因此更需要懂得 而成前反思的智慧 但是一个人 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想得通 这个时候找人适时的聊聊天 启发一些不同方向的建议 可能也是很好的方式 所以在地火明移卦的创意练习行动中 下卦黎为火 火有融合的意思 代表人际的领域 上卦空为地 五官代表富 吃东西的意思 因此创意行动的思考方向就是人际的富 所以地火明移卦的创意生活提案就是 找个朋友聚个餐 分享挫折的经验 人生难免遇到挫折和阻碍 但这些挫折和阻碍都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读书 喜欢挑战冒险的单车自助旅行活动 曾经做过单车环岛 北横 中横 南横都骑过 但骑单车上阿里山的时候 却是挫折连连 第一次体力不足 骑不到三分之一 就脚抽筋 全身脱水 第二次就饮食跟水泵的补充不足 骑到一半 到奋起屋之前 就整个又全身脱水 脚抽筋 回到学校以后 同学都说我是个疯子 不可能骑上去的啦 但可能是自己挑战冒险的个性使然 在累积了各种的挫折 失败及部分成功经验以后 然后经过一段的沉浅反思的过程 还在学校成立一个单车自助旅行社团 带着一群跟我一样不怕困难 喜欢挑战的学弟们 第三次挑战阿里山 这次终于在团队合作互相激励下 大家一起成功完成挑战 单车骑上阿里山的目标 所以人生不怕挫折和失败 就怕没有沉浅反思再出发的动力 其实只要保持一世在世的积极反思行动力 就更有机会创造动态均衡圆满的幸福人生了 好了 我们今天聚捧讲义 学义经 创意过生活 就到这边 感恩